對於今次的網絡安全的法案 我本人都有很大的保留 因為事實上 無論方方面面 包括了裡面的內容 尤其是也都有同事提出到 有關一些指引 以及一些其他的命令 對於網絡的安全兼隔 如何可以體現到 我們的《基本法》第32條裡面 很詳細說到有關 澳門市民擁有自由 以及網絡的保密性 現在來說 每一個大型的機構 包括銀行 包括醫院 包括律師事務所 他們都有他們的道德操守 以及他們的保密的義務 剛剛最後 葉兆佳議員也有說到 關於這一方面的事情 我也很擔心 因為以前我只是對一個銀行 如果萬一我銀行裡面的資料 對於一些事情 我可以追究一個 將來變成 對於這個法案 將來怎麼去理解 我現在受到保障 包括我們所有澳門人 《基本法》第32條 無論你的引述裡面 或者其他的法例裡面 都沒有說到我怎麼可以保障到 我們《基本法》 大家都知道 《基本法》 是我們的小憲法 裏面有一個真正是保障到澳門市民 澳門的機構 無論我的自由 我的通訊 保密性 是受到保障的 這件事是怎樣在一方面 我們都很明白 網絡安全需要做的 世界性 無論是一個國家 他們都有義務去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 怎樣可以真正不會過分呢 怎樣有一個制度 怎樣有些法例 是防止有一個平衡 不會濫用職權去令到其他私人的 其他私人的保密 應該保密 而流了出街呢 那這個就是很關鍵 我希望私障可以解答到 怎樣可以 我本人在《基本法》第32條裡面 賦予我有這個 這麼大的保障 是不會被衝破的 謝謝